天空中 天空中 天空中还出现了一道彩虹 我们现在出门去看一套非常不错的房子 无论是外部的环境还是内部的构造 我都很满意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在我后面 是这边吗 是这边 是这边 没关系 我会去看看你的名字 MSN 完美 谢谢 来 看不见 我们先去二楼看看 然后再在底下看 每个小窗户上都有这个遮阳的 上来左边一个房间 他这设二楼的房间竟然有接水上来 这边弄了个洗手台 小冰箱 这个房间被他搞成了一个像客厅一样的房间 一般的卧室里面是没有水的 只有电 这边还有主人收集的一整架子的滑板 看来这个房间的主人是酷爱滑板运动的 这边是一个小布鲁式衣帽间 这边是洗浴室 诶 这是二楼的房间 并不是主屋 它也有配这种 布鲁式的衣帽间 它把楼上的左侧这个房间 完全是搞成一个套房 有洗手间 有衣帽间 有客厅 有卧房 这二楼的风景并不怎么样 因为被这个挡住了 可能还不如楼下的风景 待会我们去楼下看 这边还有个门是干嘛的 是个杂物间 好 现在我们出去看看二楼右侧的房间 是什么样子的 二楼就两个房间 这边还有个房间 这也是一个套房 跟刚才隔壁那个房间是一样的布局 洗手间 小布鲁式衣帽间 然后卧室 这套房子特别适合四口之家住 楼上两个房间 一边男孩住 一边女孩住 楼下的主屋 父母住 刚刚好 套二楼两个房间 完全是套房的 按照套房来装修的 这样住起来就会特别方便 不用总是楼上楼下的跑 走 我们现在去楼下看看 楼下 楼下左手边这边有个房间 这个应该是之前是车库 改成了一个娱乐室 主人收集了各种大大小小的 车磨 哇 房间的车磨 比超市的还对 这边改成一个娱乐室 这还有一个小水族巷 这边原本就是一个车库 你看车库的门还在这儿呢 单发前面改成一个娱乐室了 这边也有通水 我们就从左边一直滚到右边好了 这个大环点应该是主卧了 主卧 这不如是衣帽间 它那个衣帽间设计很好 是这样子 走过来之后分左右两边 一般他们都是 一般的房子都只有一间 它这样分开左右两边 就可以男主人跟女主人的衣服分开放 这个设计特别好 这个设计特别好 这是浴室 这边还有个小门里是杂物吧 这用楼梯底下的空间做成了一个小杂物厨房室 厨房在这儿 它这个厨房设计的也很跟大部分的房子不一样 澳洲这边绝大部分的房子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 它这个设计的是有个半开放式 有个小门进来 然后这边搞了一个小吧台 可以产菜过去 小吧台外面还有弄了一个阶梯吧台 这边隔开了 这边像一个小酒吧 这个厨房设计我喜欢 我并不喜欢那种开放式的 开放式的东西如果你不好好整理 就会显得很杂 这边还有一个陈列墙 可以摆一些漂亮的摆件放在上面 这毕竟是客厅的一角 这就客厅了 客厅很宽阔 正对着客厅出来 就能看到水了 这边有一个按摩浴缸 然后泳池 然后他们家泳池特别小 泳池旁边还有个吧台 这个泳池比较小 哇这个看过去很爽的样子 这是户外的一个餐 风景好漂亮 蓝天白云倒映在这个水面上真是漂亮 这个水是海水 它是活水 有通外面的外海 水里有很多的鱼虾蟹 这个海面非常的宽阔 这个水井不仅宽而且很阔 黄金海岸大部分水边的房子 水井都没有这么宽 很多都是对面邻居特别近 河道只有两米三米这么宽 这个水面很宽阔很难得 底下 底下怎么还有一层啊 它是加高的 这样很好很安全 底下还有两层 一层两层 特别高 那边还有个楼梯下去 待会咱们下去看看 里面的鱼很多 你看那边 那边有个鱼跳起来 走咱们下去看看 走Henry 这边下一层 也可以从这边直接下 这边还有个石头阶梯 这边还有一层可以下来 哇 这里设计的很好 这绝类植物很喜欢 哇 他们有很多钓具 还有鱼具 还有蟹笼 看来这里面不仅有鱼 还有螃蟹 哇 隔壁家好多是堆着石头 他们家送了 送了好多绝类的 很漂亮 过来危险 走了我们上去 看到一个河豚 哦还真是 河豚 跑了 水看得很脏 但还是很清澈 很清澈 哦能看到那个小河豚 那种应该不是河豚 不知道什么鱼 但是他也会气鼓鼓的 之前大哥还钓上来一个 记得吧 走上来了 这个风景真是好啊 水天一色的感觉 再看 看看这边 哦 他这边还有一个 房间外面的一个厨台 可以做barbecue的厨台 还有这么香菜 这个通道 原本是户外的 他自己可能加盖的 这上面把它遮起来了 这样就可以储物 这里有点乱 走了 这就是房间的客厅 我们看看右边 右边一边 看电视的地方 还有一个地鱼 小酒柜 右边那边还有好几个房间 我都没看到 这是一个洗衣房 这是一个小洗衣房 这里还有储物的 杂物间 这是楼下的一个浴室 楼下的一个公共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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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楼下的一间房间 楼下右侧的另外一个小房间 楼下右侧的另外一个小房间 他做成了一个办公区 这里还有一个房间吗 这里什么房间 这是车库 这边的一个车库 就可以停两辆车 他这个是双车库 原本左边也是车库 变成娱乐室了 这是右边的一个车库 好了 整个房子内部看完了 去户外看看 OK 11月11日 他们会认为办公室 这边是15岁 15岁 对 但它看起来很新 对 那会很棒 谢谢 谢谢 他外面也弄上了 这家主人弄得很好 都没有草 这边草坪是假的 的地板 全部都没有草 不用割草 好了 他说5月11号来拍卖 到时候我们来现场看一下 OK 走 这区很安静 因为它这里不是主街道 这个房子就是这样子 走几步就到了这个公园了 这里有休息的桌椅 还有一个BBQ台 还有小朋友玩的公共设施 可以在这边钓鱼烧烤 前面路对面还有一个大河 还有一个小落叉的瀑布 这里好近啊 全都是鸟叫声 这套房子虽然不是说很牛的那种豪宅 但是地理位置我特别喜欢 前有水后也有水 旁边是一个很大的公园 然后这个街区是纯住宅区 不是主路区 特别安静 很适合居住 那是什么鸟 那边有个鸟看到没有 是什么鸟 就对了 可以 那是什么鸟 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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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